十一先生,今天你能光临寒舍,倍感荣幸 都是误会,其实我早就想请王家主吃饭兵士前行了 哈哈,其实这顿饭的东道主,还真不是我 哦,那是谁 您的一位老朋友,是他让我请这顿饭的 王家主,既然是我的老朋友,那就请他出来见见面吧 王家主,什么阿猫阿狗你都往这请啊 就这种下三烂的货色,也配坐下来跟我一桌吃饭 说曹曹曹曹道,十一先生,您的老朋友来了 哈哈,十一,这次你彻底废了,伤亡之孙亲民镇压 我看你还拽不拽了 十一,你不是挺牛逼的吗,这下我看你还能不能硬得起来 上一次,犬子和家弟没能请到真大老镇压十一先生 让十一先生见笑了,这一次,彼人亲自请到一尊真神来压阵 也算是我汪某人对十一先生你的一点敬意 十一,你胆子不小吗,敢来帝都跟我伤亡戏的人抢生意 不够在你的破岗城那一亩三分底 敢着来送死,是觉得自己这段日子过得太帅了是吗 我当汪家主请的是什么大神呢,原来是我的手下败将啊 怎么,上次给你的教训还不够 十一,你之前不过是借了外力罢了,真以为是自己的实力了 行啊,我懒得跟你废话,说吧,你这次来有什么目的 十一,我沙某人并非不讲道理的人 我看得出来你是一位人才 现在我给你一个和解的机会 把金牌娱乐和慈善晚会让出来 以后你就跟着我混 有钱大家一起赚 在帝都,我罩着你 另外我会给你资源 未来等我成为天王之后 你甚至可以成为我的护法 如果我拒绝呢 哼,我商家的抵御 不是你能想象的 得罪我,我能让你彼此嗨痛苦 我不会跟你混,也不会被你弄死 记得我在港城对你说过的话吗 三年,最多三年 我不仅要全面超越商家 更是要吊打商王 我的目标是星辰大海 而你在我眼里 不过是一粒尘埃 晚晚,我们走 商力名下最值钱的上市公司是哪家 商家值钱的公司有很多 不过商力自己名下最值钱的公司 只有利和传媒 倾注了不少心血 是至少说一百亿 利和传媒 我记得未来的奥运会的开幕式项目 好像就是由他承办的 老板,你想做什么 晚晚,你应该听说过一句话 最好的防御就是攻击吧 与其被动防御,不如主动出击 老板,你打算对商力的公司出手 你疯了吗 那可是商家的产业 动了利和传媒 商家和商王系的人 随时会调动大批资金过来支援 搞不好会把我们自己给坑死 别忘了 商王一个商王令 就能调动数千亿的资金 你凭什么跟人家打 商人逐利 我不相信为了去去一个传媒公司 商王会搞出那么大的动静 那万一商王发怒 真的动用了商王令呢 十一没有回答 而是拿起电话打给了何超领 马上给我联系港城 扑城江海所有的合作伙伴 召开紧急电话会议 宣布一件事 接下来的几天 我将有可能与商王系全面开战 如果真的开战 还请各位助我一臂之力 把我先了商王系的盘子砸了 好 货家愿出一千亿资金 了表心意 郑家愿意出一千亿 砸了商王的饭碗 三弟 大哥这儿没多少强了 九百亿年拿去先用 不够大哥再想办法 三弟 砸商王盘子的事 怎么能少了二哥八百亿的资金拿去 给我狠狠地砸 好 那就在此多谢各位鼎力相助了 若是其他人说要砸商王的盘子 恐怕这些豪门都会避之不及吧 这个男人到底是有何等的魔力 喂 飘飘 是我 老板 有何吩咐 你来地多一趟 把你最得力的手下全戴上 我要你去对付一个人 老板 您就说你想要什么样的效果吧 先去给我挖他的黑料 最好是视频 当然 如果挖不到 你就带人亲手给我导演一出 反正对他的形象打击越大越好 这个太简单了 熬在我柳飘飘身上 第二天 十一接到了金硕打来的电话 老板 出事了 金盘娱乐的项目和作坊突然集体被约 各部门同时也对金盘娱乐展开调查 现在我们要怎么办 你现在不用管其他的事情 找个秘密点的场地继续排列完会 好的老板 我知道了 利和传媒这只股票 一直处于一个稳步上升的趋势 哪怕是闹鼓灾的时候 丝毫不受影响 而且这几年这家公司 就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项目 之前我还没有发现问题 现在看来 这里面明显是有毛泥 这个庄家不是那种低价买入 然后大赚一笔就跑路的普通庄家 而是在不断悄悄吸收散户手上的货 做高股价 推高市值 做大长线的庄家 因为是做的大长线 手段非常温和 时间线也很长 股民们很难发现 等他们发现的时候 市面上流通的利和传媒股票 已经几乎买不到了 再加上各种大利好消息一出 市值自然也会高得离谱 等股价到了最巅峰 商力再把股票放出来 自然赚得盘满钵满 想到这儿 十一不再犹豫 上来先是三十亿的资金入场 直接让利和传媒封死涨停板 等庄家察觉的时候 已经没办法吸筹了 开胃菜已经上了 明天才是真正的好戏开场 走出去吃个饭 两人刚出王府 就看到了商力已在自己的超跑旁边 一脸玩味地看着十一 十一 这两天公司不太平板 金牌娱乐的项目还推进得下去吗 合作方是不是全体跑路了 呵呵 你这就叫敬酒不吃吃罚酒 昨天我给过你机会 让你跟我混 可惜你不珍惜机会 现在就算你归在面前求我 我也不会再给你机会 哈哈 是不是很愤怒 但又很绝望 告诉你 这就是商家的底蕴 你以为只有你有动作吗 你该不会是说 你对我商家出手了吧 哈哈 我仿佛听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笑话 话音刚落 商力的手机响了 打电话的势力和传媒的高管 他把今天在股市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商力 是你 是你在吸我公司的仇 你真是好大的胆子 怎么 只许周冠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就你能对我出手 我就不能反击了 等开幕式项目一申请下来 公司股价必定做火箭一般的暴涨 再加上这几年我一直做装完长线 定然能把公司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届时 不仅我将身价暴涨 赚个盆满钵满 也能在商界打出响亮的名声 让全大厦都为之策磨 那个时候 爷爷在操作操作 把我拉进元老阁 乃至让我成为元老阁的中层都不在话下 可现在 十一居然狗胆包天到主动来狙击我的公司 十一 敢对力和下手 你当真是活你歪吗 我前十一声行事 又何须向你解释 好好好 你厉害 你牛逼 咱们骑驴看张本走着瞧 看看到底是谁笑到最后